在今天白天是個高溫 炎熱的天氣 溫度型態來說 在中午都是偏於悶熱 或到炎熱的程度 要提醒大家戶外活動 記得補充水分 不管你是在戶外遊玩 或者是工作的朋友 小心 別中暑了 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幾個觀測資料 第一個 雨的部分 最多的地方 在北部地區 算是最多的 就在於整個北臺灣 因為江雨的狀況 在午後正雨的發展來說明顯 但到了中部地區 你可以注意到 主要的江雨狀況 只剩下在山區有 倒是今天在花蓮這邊 倒是有些局部的震雨出現 但西臺灣地區的 中南部的海邊部分 倒是雨的部分明顯偏少 今天的午後雷震雨 主要偏向於山區跟北部地區 可是下的時間並不長 那中午的溫度 反而是彰化的田中最高 今天的高溫 到達了37.3度的高溫 溫度狀況不只彰化高 連台北市的溫度到35.6 而到了中部地區的台中 跟包含了嘉義和台南 溫度都超過了36度以上 這樣高溫的天氣 小心不要中暑囉 但是風力的部分 在下午的時候呢 倒是在馬祖跟彭嘉宇 有到達七級的陣風 所以呢 在海邊的一些島嶼的部分來說呢 反而風力的部分 有時候在下午比較偏大 但要特別注意啊 高溫的天氣要持續哦 上看到36度以上 小心不要中暑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真實色彩的雲圖 為什麼看這張雲圖 主要看雲圖就來看到 台灣上空的水氣的發展 在傍晚的這個時候呢 雲層已經正在逐漸的消散當中 北部地區的午後雷震雨停了 中部地區的山區部分 還有點午後雷震雨 昨天還記得吧 中部的南投啊 這樣這個國姓啊 或漁池的午後雷震 一路下下到晚上 今天這個雲層發展正在減弱 倒是在花蓮以南到台東這一段 要特別注意哦 晚上你走蘇花公路的話 這邊會有一些地形的 這個符合作用的一個雲層出現 所以在晚上的時候 從花蓮到台東 仍然在夜晚時刻 有局部性的震雨或雷雨的發展 接著我們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可以注意到 台灣上空天氣晴朗之下 就是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 開始往西伸展 當這個穩定的空氣塊 逐漸的往西移動的時候 我們連午後震雨的發展的量來說 都明顯的偏少了 那天氣形態來說呢 在大陸地區 主要在西南地區 一直到長江流雨 還有現在是韓國 有沒有看到 這一道就是這個梅雨封面帶了 接著我們就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今晚的地面圖可以看到 高壓勢力慢慢的在往西的方向伸展 明天開始 我們的午後雷震雨變得明顯偏少 尤其到了禮拜五六日 只剩下山區有點機會 平地部分都是高溫而炎熱 接著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溫度狀況 在外島地區來說 中午都是炎熱的天氣 戶外活動 陽光強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還是有一點點午後震雨 中部南部的話 都是天氣晴朗 東半部地區 明天也都是個晴朗的好天氣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中午的炎熱 記得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還有白天陽光強 外出防曬不可少